游戏 江汉东 1964 凸板板画 木板 雕板 画作口述影像 江汉东在1964年 创作了直式的板画 游戏 96.1公分长 47公分宽 版画里刻画六个孩子 或像杂技团的表演者 三人一组 或站或坐在另一个人的肩上 左右接近对称地 排出两座迭罗汉的队形 除了右下角的人 是双手撑住队友 其他人手里 各自拿着不同的管乐器 或杂技道具 这幅作品的人物形象 不是写实风格 他们都有圆圆的大脸 一笔线条画出的眉毛和鼻子 大而细长的眼睛和小嘴 细瘦的手脚 磕满细密的纹路 身上的衣服 也有繁复华丽的壮饰花纹 手里的道具 线条随性写意 有一种孩童作画纯真 幻想式的风格 江汉东 使用现代艺术 分割或组合画面的方式构图 画中人物 左右一个叠着另一个 重复出现脸或身体的造型 脸部线条单纯 肢体线条却很繁复 于是产生左右对称 一松一井间隔的秩序感 这幅版画映出黑色线条后 手工上色 色彩也有左右呼应的特性 中央是冷色调的蓝绿色 左右分别是暖色调的橙色和黄色 游戏是江汉东在青光眼 导致视力退化之前的作品 他重视表现内心世界 而不在意素描写生的自然光影 或立体感 所以作品看起来平面 许多细致的线条 形成特殊质感 丰富整个画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